我们从讲义的24页开始 我们介绍总则篇的最后两个议题 第一个呢就是代理 那代理这件事情呢 请注意一下的是 近两年的国家考试算是还蛮常出题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有一些重点要请各位注意 来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关于授权行为的 独立性 以及无音信 好 代理权怎么来的 在我们的民法当中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是法律直接规定的 譬如说1086条说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为法定代理人 这就是基于法律所授予的 我们称之为法定代理 另外一种呢 就是根据167条 由本人授权的 那我们就称之为议定代理 那议定代理的情形呢 第一个会碰到的问题就是 这个授权行为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答案是呢 议定代理当中的授权行为 我们认为是本人所为的相对行为 所以既称 本人所为的单独行为 所以既称单独行为 那指的是 那个相对人 代理人 不一定要 这个同意与否 都不影响到授权行为的效果 好 再来这个授权行为 有一个重点 就是在于 它跟为什么要授权的原因 法律关系呢 我们认为这是两个 不同的法律行为 所以正常的情况 通常是本人跟代理人之间 产生了委任或雇佣的契约 那为了委任 而为了履行这些契约的内容 所以进一步的本人 才对于我们这边的受任人 或受雇人 授予代理权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原因关系 跟授权行为 切割成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 授权行为的独立性 好 那无因性呢 是借由独立性的概念 在延伸开来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当 本人跟代理人之间的 原因法律关系出现问题 譬如说无效被撤销 或效率未定的话 我们认为是不影响到 授权行为的效力 授权行为有效于否 就单看这个授权行为 本身的要件是否具备 原因关系无效 不影响到授权行为的效力 这个我们称之为 授权行为的无因性 那这个本来就是属于 代理制度当中常见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你发现题目当中 代理人只要是未成年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 基本上都有涉及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考试的时候呢 就依照这样的概念去做说明 那当然通常 考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各位还要另外注意一个条文 就是民法的104条 104条说什么呢 它说代理人所谓的代理行为 不应代理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受影响 那请注意的是 这个不是在讲内部的授权行为 这个是在讲代理人 以本人名义 所谓的代理行为的效果 那为什么代理行为 不会因为代理人是限制行为 能力人而受影响呢 这个就要用到我们刚刚所讲的 中性行为的概念 因为一个有效的代理行为 其实它是在本人跟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 对于代理人本身 是既不生权利也不生义务 是一个中性行为的概念 所以立法者才认为 那代理行为的有效与否 你就不用管代理人 是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好 但是透过授权行为的无因性跟独立性呢 也可以说明 我们对于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授权时 其实就算未来 因为我们这边的限制行为能力人 法定代理人拒绝承认双方的原因关系 也不影响到授权行为的效力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请各位一并的来做理解 好 再来谈到代理行为的本身的限制呢 要请各位留意这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105条 这个105条呢 是用来作为代理行为瑕疵判断的条 因为代理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法律行为 当然也有可能发生前述的意思表示错误被炸击被胁迫的情形 只是呢在我们刚刚的说明代理行为是代理人做的 可是效果是归属于本人 那我们要以谁作为判断对象来判断代理行为 有没有发生意思表示瑕疵呢 105条告诉我们 原则是以代理人作为判断对象 除非这个瑕疵的形成 是早在本人授权时就已经存在 才例外以本人作为判断对象 好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的是 105条只是讲判断对象是谁的问题 那意思表示一旦发生瑕疵 譬如说被胁迫被诈欺 撤销权的行使一定还是由本人行使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代理行为效果 从头到尾都是归属于本人 跟代理人无关 所以就算今天我们以代理人作为判断对象 判断出来代理行为是有意思表示瑕疵的 那个效果依然是归属于本人 好紧接着呢 那106条在讲什么 106条呢 讲的是我们这边代理行为的法律上的特殊限制 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代理 跟我们这边的双方代理的禁止 那这种自己代理双方代理的行为呢 很容易产生本人跟代理人的利害冲突 所以我们的立法者是认为 就算有代理权你也不能做 好那各位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那不能做 不能做的情况下做了会怎么样 也就是违法的自己代理双方代理效率如何 答案是我们认为这个会构成无权代理 那无权代理呢 效率是效率未定 所以并不是直接无效 如果事后经本人承认 还是可以使这个违法的自己代理或双方代理成为有效的 好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 那这种双方代理自己代理 有没有例外合法的情形存在呢 答案是有 而且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呢 是如果他经本人许诺 本人同意了 那当然没有问题 第二种是这个自己代理双方代理 不会产生新的权利 只是专为履行债务的行为 这个可以为之 第三种呢 则是透过目的性限说106条 那学说上实物上认为 如果是我们这边的父母 对于这个未成年子女为正义的话 可以透过自己代理的方式 双方代理的方式为之 因为这个不会产生双方之间的一个厉害冲突 好那当然呢 讲到这里呢 就要注意一下一些 跟106条类似的情形 这个讲的呢 叫做代理权的滥用 还有 未成年人 特有财产 不利处分的问题 好 这两个呢 在近期的国家考试当中 也有出现过相关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逐一来做说明 第一个 何谓代理权的滥用 指的是代理人是有代理权 做成的代理行为 也在代理权的范围内 但是这个代理行为 不利于本人 这个叫做代理权的滥用 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什么呢 譬如说法定代理人 以未成年子女的名义 替他人作保 定立保证契约 那这种情况下面呢 严格来讲 保证契约对于那个未成年子女而言 没有任何的好处 对不对 可是法定代理人又有代理权 所以确实这个代理行为是有代理权 只是不利于子女 那这个学说商认为叫做代理权的滥用 那代理权的滥用该如何解释呢 由于条文没有规定 学说商认为也是一种无权代理行为 只是根据我们的1086条第二项的规定 可以由法院事后选任的特别代理人 来承认或拒绝承认 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 那第二种情形呢 这个是条文有明文规定的 就是在我们的1087 1088条当中 未成年子女受证或继承的财产 我们称之为未成年人的特有财产 那这种财产在1088条第二项当中告诉你 父母除了享有使用收益管理资权以外 也可以基于子女的利益加以处分 那万一今天我们的父母是 做成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特有财产的处分行为 那这个时候效力如何 那学说上呢就有不同的见解 有认为是无效的 有认为是有效的 有认为是效力未定的 也有认为应该按照有偿无偿加以区分 那比较常见的见解呢 还是认为它是效力未定 只是说是因为无权代理 还是无权处分效力未定 那这个通常呢 其实从题目看得出来 题目如果是父母是以自己名义为之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无权处分 那如果父母是以子女的名义为之 那当然就变成是一个无权代理 好 那这个可以先看个题目做代表了 因为这个考试 这是我记得是有考过的 这个题目我等会再找找看 那这个我们先看其他的概念 好 来 下一个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民法当中的 表建代理 跟无权代理的区别 好 什么叫做表建代理呢 表建代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无权代理 可是呢 它跟一般的无权代理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它有一个让第三人会误以为 它是有权代理的外观事实存在 所以故称为表建代理 那用白话文来理解呢 就是很像有权代理的无权代理 这就是所谓的表建代理行为 好 那在我们的民法当中呢 有两种情形 有应该讲有两个条文 三种情形会构成所谓的表建代理 第一个呢是在169条 本人以自己的行为 表示将代理权授与他人 或者是第二种 本人明知他人表示为代理人 而不为反对的表示 这两种情况下面 会构成所谓的表建代理 那其中第一种 本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将代理权授与他人 这个实物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案例 判断什么情况下构成 什么情况下不构成 那多半来说 国家考试也就是考这些案例 所以各位回去 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下 那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我们以前有提供各位一个 简单的判断标准 如果这个代理人 他是持有本人的印章 再加上特定交易用的文件 那这种情况下 实物上是比较容易承认 构成表建代理 反之 如果代理人只是单纯 持有本人的印章 这个一定不会构成表建代理 那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就是 代理人持有的是本人的印章 再加上证明本人身份用的文件 举例来说 身份证 或者是我们这边的户籍腾本 这种情况下 实物上还是认为不会构成表建代理 因为看不出来有受于 哪一种交易的代理权 好 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